社區管委會臨時會演變成肢體衝突 桃園歸石案一處社區18號召開臨時會 但是十多名委員因為意見不合爆發了嚴重的衝突 有人疑似不滿被錄影搜證 搶奪對方的手機重摔在地 甚至還有委員伸手推人 導致一名女委員倒地 頭部撞擊到桌椅當場昏迷 而事後推人的委員公開道歉 強調自己無意傷人 推人只是本能的反應 但受害的女委員還是決定報案提稿 我們找人來看 社區管委會聚集開會 台上話才講到一半 台下突然有人暴怒拍桌 與對面的其他委員爆發口叫 開閉機有在錄著 你乾脆是在最終的幹嘛 我對的是機敏耶 雙方火氣都很大 為了能否用手機記錄會議過程 隔空互嗆 下一秒其他委員也加入戰局 一名女委員衝到對面 搶走對方手機 中摔地上 接著綠衣男委員 還大力推桌 想要翻桌 兩派人罵互相叫囂 爆發嚴重 肢體衝突 眼看場面失控 有人起身想要報警 沒想到卻直接被推倒在地 火爆場面發生在桃園龜山 一處社區 18號晚間8點多 官員會針對消防缺失 召開理事會 但會議才剛開始 委員就意見不合 爆發口叫 接著又有人不買其他人錄影搜證 衝突場面擴大 過程中不但有男委員一度脫衣 露出刺青 威脅對方 還有人因此被推倒在地 撞擊桌椅 陷入昏迷 決定提告 其中男性委員動手推倒被害人 造成被害人頭部撞到物品而昏迷 經送醫治療 無生命危險 被害人至本所提起傷害告訴 事後推人的委員公開道歉 強調自己無意傷人 推人是本能反應 只是為了消防安全召開會議 最後卻演變成肢體衝突 恐怕都已讓住戶難以再住的安心 記得領主場 台灣報導